歡迎來到飛碟午餐 我是尹乃晶 今天呢 首先呢 受到矚目的呢 就是台北地方法院呢 判決馬英九涉及的 國民黨的 這個三中暗 不當黨產的 共產爭議等等啊 被判無罪啊 法院剛才看到啊 這個法院剛剛出來的這個理由說呢 檢察官不能夠證明啊 這個張哲稱汪海清 非常規交易罪和特別交易罪啊 也沒有辦法證明呢 他們跟馬英九呢就出售 舊黨部大樓有任何違背任務 置身損害的情況 因為不能夠證明犯罪 所以就這三個人呢 通通都判這個無罪啊 這個案子呢在 嗯 經過了之前啊 長期的 調查之後呢 嗯 本來已經是不起訴了 後來 在北檢呢 又再 又再度的這個起訴啊 所以這個案子 纏送到現在呢 已經纏送了這個三年啊 那今天呢 馬英九被判這個無罪 但是 呃 在有關於三中的案子裡面 被牵涉到裡面的 蔡正元 蔡正元 蔡正元被判有罪啊 她被判三年六個月 呃 法官呢 斥責她說 呃 利益輸送 利益輸送犯啊 然後呢 又沒有悔意啊 利益輸送啊 犯後呢 沒有悔意啊 嗯 她說呃 蔡正元呢 嗯 利益輸送給自身掏空公司資產兩億多 嚴重侵害啊 她這個 她自己的這個阿波羅公司的這個利益 犯後沒有悔意啊 一夜無侵占罪呢 判刑三年六個月啊 嗯 商法會判刑六個月的部分呢 可以一顆罰金啊 呃 馬英九這個案子呢 很受到矚目啊 之前有因為 嗯 檢察官呢 非常的凶啊 在過去的幾次啊 力庭上面呢 都在延遲這個馬英九 呃 唇槍這個舌戰啊 那在這種情形之下呢 到底這個法法院啊 會不會在這個政治壓力下呢 做出有罪判決 呃 受到很高的這個矚目啊 那現在呢 呃 終於不才一審了 宣判她無罪 我想檢察官的部分呢 應該是還是會上上訴了啊 好 那馬英九辦公室呢 發出了六點的聲明啊 對於呃 地方法院的判決呢 感到非常的欣慰 感謝司法公正 還他清白啊 然後呢 呼籲說 國人要看清 蔡政府利用司法進行政治追查的伎倆啊 嗯 然後還加上說 未來不管是年底的公投 2022年或是2024選舉 用人民的力量 讓這個東廠下架啊 好 呃 這樣子哈 本來這個案子啊 最高檢的特徵組呢 是在2014年8月的時候呢 是以查務部法簽結本案的 然後那個時候呢 呃 特徵組的新聞稿裡面呢 還明白的講到就是說 因為那時候涉及到三中案嘛 中市 中影跟這個中廣啊 他在新聞稿裡面呢 有特別強調說 中市的股票在市場的交易量很少 交易清淡啊 所以你也不可能賣到這個帳面的價錢 那當時的賣主因為法律的限制啊 急著脫手 所以中市股票的買賣的價格呢 不構成賤價啊 可是那個時候呢 呃 馬英九就指指控這個指責這個北檢啊 用入人於罪的方式啊 呃論述前後不移 只是想要硬辦馬英九 就馬英九的立場來講 因為我們的廣電法呃有規定啊 在一九在就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號前呢 政黨必須退出呃廣電媒體的經營啊 那所以呢呃馬英九呢 他為了符合這個法律啊 然後呃所以他就出售了啊呃 持有就是國民黨是用華夏啊 中投啊呃 來去持有這個中市和中廣的股份嘛 所以他就去出售了中廣呃 這些中投公司呢所持有的華夏公司的股權 他是他是依法來來辦事啊 所以何來這個見價圖利之說呢 那呃呃 這個是馬英九今天的這個官司齁 另外呢就是有關於呃 現在呢美國方面呢擺出來這個態勢啊 就是積極的啊 要來去呃 呃在國際間發聲啊 要來支持台灣呢有意義的啊 參與這個聯合國啊 呃 不但是 不但是他們的亞太的副助親啊 在這個視訊會議上面跟我們的這個視訊會議上面呢 談到就是要讓台灣呢有意義的參與聯合國 呃像是WHO啊 IKEAO啊這些組織等等啊 呃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呢還在這個呃 聯合國2758號決議的50周年的時候呢 發表這個公開的聲明啊 力挺台灣參的國際參與啊 他說台灣是美國的重要夥伴也是民主成功的故事啊 是有意義的參與聯合國體系 他說這不是政治議題而是務實議題 呃美國方面就一再的強調說 呃美國的支持台灣有意義的參與 這個聯合國不違背 呃他們的一中政策啊 呃符合他們的這個一中政策啊 呃就就對大陸來講 那這怎麼會是符合一中政策呢 那對於我們來說 我們要如何的去看待呃 美國的強力的這個支持 因為就美國就十幾點上面來講啊 是非常的取巧的 因為今年的聯合國大會呢 已經結束了啊 然後呃WHO WHA啊 相關的這個會議呢 也都舉年會呢 也都舉行完了啊 那美國呢選在這個時間點上 當呃拜登呢 他在國內的民調呢 一再的一再的重挫啊 然後他在國內的議題上面呢 嗯不管是疫情的復燃啊 還有有關於食物啊能源啊 各方面的這個問題 其實是通膨啊 是有點焦頭爛額的狀況之下啊 他似乎呢 只有在呃外交的議題上面啊 他想要呢能夠在這個地方呢取分啊 特別是呢他必須要去解決 跟中國大陸之間的 呃貿易上面的問題啊 包括呃要求這個中國大陸呢 實現第一階段呢中美貿易的呃承諾啊 呃要做足這個採購啊 另外呢 美國現在的通膨呢 有很大部分呢 其實是因為呢 美國對於大陸進口的這個貨品 貨品啊 貨品採取這個高關稅啊 所以美國也必須要去解決這方面的這個問題啊 他在呃一方面呢在外交上面 他希望能夠得分啊 能夠呢 讓這個中國大陸呢 兌現承諾啊 然後在很多的議題上面讓步 可是他呢 又不能夠呢 顯示他的軟弱啊 你這個你對中國大陸 呃去取消他的這個關稅啊 或是採取像其他的呃商業這個措施 呃來的好像放水啊 放手的話呢 那就在這個跟國內的 美國國內的氣氛不符啊 所以他就在呃相關的議題上 不管是人權的問題上面啊 然後對台灣的支持上面呢 呃最近呢 加碼的動作呢非常的多啊 所以他這就出現了一個正 這就出現了一個對中政策上的矛盾 你如何能夠期待 當你在這些最關鍵核心的問題上面 表現的是呃 如此的挺台灣 如此的直刺這個呃 中國的核心利益的時候呢 你又希望呢 能夠在其他的部分呢 呃得到啊中國大陸呢 跟你的這個配合啊 那現在 那他現在這樣這樣的做法 呃是不是會對於呃 在11月 美國方面希望能夠在11月舉行的 而習近平和拜登的視訊會晤會 會造成影響啊 這個就是要來 呃密切的就注意的啊 那呃今天呢國台辦 在這個例行的記者會上 對於美國的高調的這個支持台灣呢 當然就是有有批評了啊 那嗯他的批評的言辭是怎麼講 我來看一下哈 他說呢馬曉光啊他在這個呃 記者會上面他說 這個 嗯 聯合國是主權國家組成的 國際間的政府組織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啊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全中國的 國一合法政府 台灣呢無權參與聯合國啊 嗯 美方這一段時間以來編出來的各種說法啊 嚴重違背聯合國有關決議 嚴重違背一中原則中美三個公報 向台獨勢力發出嚴重錯誤的訊號啊 然後呢他也強調我們了解台灣同胞 對於參與國際活動的想法和感受 在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 過去曾經今後也可以做出妥善的安排 但民進黨當局和台獨勢力以各種 四十而非的謊言欺騙島內民眾誤導國際輿論 妄想推動中國台灣地區加入聯合國 以參與國際活動謀獨啊 是絕無可能的啊 嗯奉勸民黨當局放棄以美謀獨 以以外謀獨的幻想啊 外部勢力嘛啊 一切以破壞一個中國原則 分裂國家為目的行徑 只能以失敗告終 但現在形勢不一樣了哈 就說他這個不是 但是他這已經不單純是 呃台灣什麼以美謀獨啦 而是呢 美國呢主動的哈 拿台灣呢作為一個去 嗯不斷的去呃刺探這個 中國底線的公式作為 那現在呃對於大陸來講 他要如何的去應應這樣的一個態勢啊 如果說我們呃回到這個2758號決議 所以來講嗯 美國他們今天強調說 嗯大陸呢是濫用聯合國2758號決議啊 在國際社會啊相關的這個組織裡面呢排擠台灣 那你為什麼過去這50年來你都不說話呢 哈你沒說過一次話呀 啊台灣呢之所以可以參加WHA年會 所以是因為呢兩岸之間的政治默契啊 在九二共識上面的政治默契 所以說他用一年一邀的一年一邀請的這個方式呢 在馬英九執政期間的時候呢 維持了那幾年啊 我們可以去參與這個WHA還有IQL啊等這個相關的這個會議啊 那也跟美國跟美國也是一點關係都沒有啊 那呃你美國在過去這50年來呢都不講話啊 那今天呢嗯講話了那他的目的跟作用呢當然是非常的明顯啊 那現在呢如果說我們大家呢回過頭來呢去探究這個2758號決議 嗯到底大陸有沒有濫用或什麼 其實就就討論上面來講可以作為一些談話的談話的素材啦 但就是實際上面來講呢其實是其實是意義是不大的哈 哈因為呢這完全就是看這個強權國家他們如何的來解釋啊 就你當時聯合國嗯大會通過了這個2758號決議 你美國在這個事後也沒有做任何的呃反駁啊或者是呃你也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啊啊 你也沒有在這個後續的這個議題上面呢來去對於台灣是不是能夠呃即使是聯合國通過了2758號決議 台灣以什麼樣的方式啊中華民國以什麼樣的方式呢能夠參與呃這個聯合國 美國這50多年來也沒也沒做什麼事啊啊那當時呢呃中國呢參與這個聯合國是符合美國那時候的整個的整個的戰略的戰略的轉向啊 他要來這個聯中制惡呃當然有絕大是這個關聯性是從那裡來的啊如果不是因為呢呃美國要採取一個大轉向的一個策略要聯中這個制惡的話呢呃就算啊就算是 中國在非洲啊在拉丁美洲這些的國家呢得到了足夠的支持也很難啊去扭轉呃聯合國的那樣的一個決議 他會每一年在表決這個問題上面的時候呢會越來越困難啊但是呢如果說不是因為呃美國的戰略轉移的話呢他也不會在這個1971年10月25號那天呢呃能夠成能夠成功啊 那呃過去這麼多年來呢美國也也沒講話啊那現在呢呃要去說是去探究那個2758號決議呃有沒有濫用其實就這只是作為一個 argue的哈做為一個爭論上面的一個文本罷了哈但是實際上的呃實際上的做實際上的真正要產生作用還是要你必須去呃采取行動啊就是說美國你會采取一些什麼樣的行動 作為呃進一步的這個支撐啊然後是提案呢還是呢呃你說因為你說在這個聯合國2758號決議案裡面呢大陸的濫用是說他雖然呢是讓中華人民共和國來代表在聯合國裡面的中國的席位 但是沒有處理台灣部分的問題那現在呢台灣要如何的去有意義的參與呢啊你要用什麼樣的方式呢要用什麼樣的名稱呢要用什麼樣的身份呢 這個美國是不是只是提出來這樣子的一個呼籲而已他沒有實際上他並沒有實質的要去幫你喔去 設想一個完整的戰略他只作為一個來去試探和刺激中國大陸的一個籌碼啊想要去抬高習近平跟拜登拜登跟習近平在會晤的時候呢雙方在大交易中的一個 一張牌罷了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我們就很慘了齁 而如果說不是這樣啊如果說不是這樣大陸方面呢不接受呃美國這樣子的一個試探就認為在這個問題上面 絲毫沒有談的可能和空間而習近平跟拜登不會誤的話齁不視訊會面的話兩國的關係接下來會怎麼走台灣又會被運用到在什麼樣的一個地步 這些我們是應該要全盤去思考的啊 不過是吧 太發派的人 是非常有部分的 R aquela 比較 摸 是 呢 那